美国军事时报网站近日发表文章 建议美军在东南亚国家进行小规模的多基地轮换部署 以便未来更好地执行印太司令部的军事任务 文章称美军扎堆驻扎于韩国和日本军事基地的日子即将过去 因为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仔细研究了 究竟美军应该部署在哪里 以对抗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文章指出二战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主要集中在东北亚 大约有五万人驻扎在日本 另有约三万人驻扎在韩国 但这种状况很可能要改变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一位官员2020年9月初 在下位一队记者说 司令部不希望只在固定地点建设固定军事基地 目前美国国防部更倾向于轮换部署 而不是建造新的大型基地 此外美国应好好利用与亡国之间亲属的军事协议 将部署范围扩大到整个南太平洋 以便对中国示意更全面的压制 而建设固定基地根本做不到这点 文章称 自20世纪中叶以来 美军一直集结在东北亚地区 重点部署在日本和韩国 但这些军事同盟关系一直很微妙 在美国军方领导人高度赞扬 韩国武装力量 及其与驻韩美军友好关系的同时 特朗普政府却要求韩国承担 大约10亿美元的驻军费用 同样美国也向日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要求分摊驻军费用 从每年2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80亿美元 就是日美同盟关系令人担忧 文章称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 美军开始重视其在二战后维持的世界秩序 2020年8月底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抵达夏威夷 与几位印太地区领导人进行了通话 并与当时的日本防卫大臣会面 埃斯珀还访问了帕劳共和国 后者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并在不久前建造了一条 适合C-130运输机降落的跑道 文章称 帕劳的跑道工程与今年夏天晚工 在距离中国东南约4300千米的地方 美军将建成一个新的军事交通枢纽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国防部正关注在其他国家采取这种模式 美国国防部官员在谈到目前美国的 驻印太海外军事基地时称 如果美军想拥有某种能力 应该挡脱思维定势 需进行更多尝试 特别是建设更多的轮化基地 而不能目光短浅 入口 入口 울口 入口